接著我們要看一個 做電壓跟電流成正比的影片 在日本的抵抗器就是電阻的意思 他的右上角畫那個圖就是考試的圖 有人把安培計伏特計接上去 問你他接的對不對 兩件事一個是該串聯要串聯 該並聯要並聯 另外一個就是有人會寫上正跟負 看你正負有沒有接對 這算是考試一定會問的問題 OK 右上角那個圖就是考試問的問題 然後把他接好 然後把他接好 他把他的電流接在五安培的地方 後面那個方方的叫做電源供應器 可以改變我給的電流的電壓 然後我把電壓接在15伏特的地方 然後準備開始做實驗 然後我就開始調整他的電壓 輸出的電壓 然後這裡是一伏特 我接在15 所以你要看黃色那一條 我接在15 然後我接在五安培 幾乎沒有動 也太大了 所以我就降一格 降到500毫安 500毫安也是黃色那一條 你看黃色那一條 他有多少 然後就50毫安 然後開始改變電壓 兩伏特100毫安 然後三伏特四伏特往下做 好 然後我這個20毫武都做完了 關掉 我改40毫武重做一次 好 一樣開始一伏特 兩伏特 三伏特往上做 量電流 然後全部做完以後 就把數字整理成 整理成表格 畫成圖形 整理成表格 然後畫成圖形 然後就可以問問題了 最簡單的問題是 這裡畫一條斜直線 畫一條彎彎的線 問你誰遵守歐姆定律 都遵守 成正比的 閒時線的遵守 第二種也簡單的 不用算的 畫兩條線 問你誰的電主大 誰的電主小 同樣電壓 電流越大的 電主越小 所以這裡看到20歐姆 40歐姆 同樣電壓 電流越大的 電主越小 再來就是要算的 給這個圖形 或者給前面的表格 請你算出來 某個時候的電主有多少 帶我們的 R 等 I 或是 V 等 IR 去算出來 電流到底有多少 OK 這就是我們的 簡單的影片 跟各位講到 我們在遵守歐姆定律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會成正比 就是我們簡單的影片 讓各位看一看 OK OK